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直接在上海怎么样啊 工作上面挺顺利的吧 挺顺利的 我最近在做水 一个大食品公司的宣传册子 你那么厉害呀 刚进公司得那么大个单子 公司很看重你吧 是的 是的 我刚进公司就得到了这么大的单子 我可得好好把我们学的东西都用起来 你怎么样啊 我最近也在办公司设计一些特别的服装 那个奢侈品公司就是不一样 衣服都好漂亮啊 不是 好 我们不能了 一步 衣服俩 以及 你等我一下 你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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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在我家门口鬼鬼祟祟的 你干吗 你干吗 快递 什么 你的快递 我没买东西啊 401叶玄 是你的吧 买的吧 你干吗 我的快递你干吗拆开啊 小姐 没仔细看 虽不小心开了一条小缝 但我不知道里面什么东西啊 你拿着 我 我不要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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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你什么意思啊 你是不是有问题啊 你不是偷听我打电话 就是送肉 这种奇奇怪怪的东西到我家门口 小姐 你先冷静一下 你现在已经严重侵犯到我的隐私了 你知不知道啊 你这是犯法 流氓变态 小姐 你要这样讲的话 报警吧 好啊 走 你等着 等我换个鞋 快点 快点 拿好你的物证 401叶玄 走啊 困了 今天就放你了 放我 姨妈 我跟你说 以后咱俩最好就不要见面 以免引起这种不必要的麻烦 赞成 我跟你说 我隔壁住了个变态 拿了一堆花花内衣给我 气死我了 那个 内衣是我给你继的 送你的搬家礼物 你怎么不早点说 隔壁真是个麻烦 不行不好不满意 成功 我什么时候也能成为夜首席 把活全都交给下面的实习生去做 小李 你给我画二十遍 小徐你给我画八十遍 画完了全都别来上班了 都别来了 谁啊 什么事情 你在那天 这帮我 有 那你 我 我 我 나는 你 我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钥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要干吗 看够了没有 不好意思 我什么都没看到 没事 我乖乖了 没事 我乖乖了 有事 有事 什么事啊 我呢 我把自己锁在外面了 你男朋友呢 我 我乱说的 跟我有什么关系 有关 有关 我先进去一趟 去哪儿啊 我去趟阳台 去我家阳台干吗 我想翻过去 什么 翻过去 你家真好 那你可要小心了 我刚好再看到小偷了 不然我也不会把自己锁在外面 小偷 之前说我是流氓 现在又来了个小偷 这人怎么这么小心眼啊 我小心眼 我小心眼 让你进我家门了 对不起 之前是我误会你了 没事 不是要翻阳台吗 翻吧 那我翻了 请便 那我真的翻了 翻呗 只要胆子够肥 那你帮我拿一下 你先下 你慢点 慢点 其实我是 没事 你小心 其实什么 其实你不用翻阳台 我有你家钥匙 你怎么会有我家钥匙 就是你刚刚翘我家的门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 这样啊 你等一下 你等一下 你听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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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你 我是你房东 房东 房东 钥匙拿来 就这一把备用钥匙 给你之后 我们两亲互不干涉 除了交房租之外 永远不要相见 求之不得 你真是诸事不顺 我让你给我设计一张 你给我交这么多 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是想给您多点选择 我是想给您多点选择 你没准哪张您就喜欢呢 叶璇 永远都不要教 连你自己都不自信的设计 否则它只是在浪费大家的时间 我明白了 李首席 好 笑一个 一会儿出去别丧着个脸 搞得好像我欺负你了一样 张老板来了 快来啊 他想干啥呀 这是我们设计部新来的 看看人家张老板这么大热天 给咱送水煮鱼来了 还不赶快谢谢老板 张老板好 谢谢张老板 张老板辛苦了 不辛苦 小姑娘 我的广告是你画的吗 是我画的张老板 您多多指教 你是学什么呢 我觉得啊 你不会画画 张老板 张老板 我大学学的就是设计 我需要的是您给我画一个一天都 卖出五千份以上的广告 是不是知道 得炸 得火 让谁一看都忘不了 都想起我的张多瑜的水煮鱼 得露口水 想吃 你是不是没吃过我做的水煮鱼啊 没吃过 没吃过 你没吃过我的水煮鱼 怎么能给我家画好广告呢 你吃过 好吃不 来 这是我亲手做的 今天请你品尝品尝 好 张老板 我现在就吃 我保证设计出让你满意的广告 吃吧 吃完以后 我保证让你脑子里能想出好的广告 好 好嘞 我现在就吃 别别别 好不好吃 嗯 太好吃了 萱萱 因为年纪小 说回去也不足的 妈妈就担心你在上海啊 被别人欺负了 知道了 妈妈 同事都对我特别好 房东也对我特别好 你就放心吧 那就好 那就好 那我去做饭了啊 拜拜 妈妈 你 你也是在这儿 嗯 我就随便溜达溜达 哦 那你溜达吧 哎 我可以帮你搞定水煮鱼 那个案子 真的假的 不会有个条件 你说 和我相亲 牌子别挡脸 把牌子拿下来 拿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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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看到你的脸 对 拿下来 露出脸 对 接着这样 你这什么表情啊 笑一个 笑一个 对 接着这样 看镜头 看镜头 笑一个呀 笑一个 笑一个 对 笑一个 诚哥 你这么拍我 客户能同意吗 客户已经同意了呀 再说了 拍你的话 还给公司省摩托费了 摩托费多少预算 两百 两百 能请到什么摩托 这不是找不到吗 所以才找到你了呀 忙 我也帮了 你该告诉我 怎么搞定李首席了吧 你知道李首席为什么这么在意 豆壳奶茶这个单子吗 因为 豆壳奶茶是个大口 对 还有个更重要的原因 就是李首席最爱喝的呢 就是豆壳奶茶的 豆壳布雷 如果你能在下班前送他一杯 今天晚上的生活你就会过得好受一些 对了 豆壳奶茶每天限量供应 五点半准时关门 现在是北京时间五点 加油 少女 周总 我们设计部是不是跟你有仇啊 我上一次态度不好 我是不是跟你道歉了 对吧 为什么每次都开始针对我呢 什么意思 非要让我给你上一课是吗 广告设计形象宣传 那是我们设计部的事 你为什么要找一个外面的设计公司 来参与公司自己的项目呢 你们市场部的事 一次次深的也太长了 要不这样吧 把我们设计部跟你并不进 张总监啊 您先冷静一下 我们做市场的 自然希望可以看到更多有趣的创意 这也是为了项目好 希望您能理解 我理解 理得呢 我们设计部有那么多优秀的设计员 为什么不用啊 据我所知 你们设计部首席设计师这个职位 已经空缺了三个月了 了如指掌啊 所以呢 所以这说明 您似乎对您的优秀员工不太满意啊 更何况 之前因为您们部门设计形象海报这件事情 季如新非常不满 我们也是考虑到他们的感受 所以才做出这样的决定的 我算是听明白了 就是你们市场部 对我们设计部不满 非要搞一个外面的设计公司 跟我们一起竞争 一起竞标 对吗 您是对设计部没有信心吗 博文 年轻人不懂事 说话太直了 去我那儿拿点茶 去去火 喝你的茶 浪费我们设计部的水 来 张总监 您的资料 烧了吧 南哥 你刚才是没有看到张博文走的时候 那个样子 脑袋都冒烟了 说真的 我真希望这一次设计部 彻底输给爸爸爱德 我这样我看他那个张博文 还敢怎么嚣张 就算设计部赢了 我还是有办法 什么意思啊 如果爸爸爱德输了 我们就对外宣称 奥可集团非常重视这一次 豆壳奶茶的五周年请 邀请了很多设计师 经过三轮激烈的笔稿 最终胜利者 居然是奥可的设计部 这也是一种宣传 最终受益者 还是我们集团 南哥 你这都想得到啊 你果然是我心中的商业奇才啊 收起你的马屁 陪我去看豆壳的门店 好嘞 这个时间段的客流量 还算蛮大的嘛 怎么样 我们的推广效果不错吧 是的 王副总监 上次我给你的物料 怎么没有发上去 现在立马给我还上去 张副店长 现在马上 快去 怎么样 南哥 你要不要来一杯啊 我让你来就是喝奶茶的吗 发现问题自己记下来 保证完成任务 需要点看一下 快去 南哥 你看什么呢 你先去二店 走吧 南哥 你不去吗 费什么话呀 发现问题 记录问题 快去 是 您好 请问需要点什么 一杯红豆奶茶 十五元 好 您的奶茶 好 谢谢 您好 请问需要点什么 三杯可可不累 不好意思 我们现在只剩最后一杯了 那就一杯 十七 您的奶茶 好 谢谢啊 我的奶茶 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啊 喂 你撞到我呀 你陪我奶茶 你自己走路不看路 撞我身上 还怪我咯 我遇到你 我就倒霉 你陪我奶茶 行 这杯奶茶嘛 我再给你买一杯 你买什么呀 陪我一杯了 我不管你没有奶茶 一杯奶茶 你少喝一杯奶茶 会死吗 不会死呀 没有这奶茶 我就完蛋 我太喝奶茶了 你这就逗你好不好 小姐 是你自己揍我身上的呀 你手 你没手 你个渣男王八蛋 你别让我再看到你 你气死了 你给我闹我 好 好 好 行行行 我陪你 我陪你行了吧 你怎么陪呀 都没了 完了 没了 有 毛给雨 那杯奶茶呢 拿回来 你不是不喝奶茶吗 我现在又想喝了不行吗 想喝 我先走了啊 不 这么早就早吗 这 这才几点啊 到点儿了呀 等一下 别收起来 等一下 请您喝 您最爱的豆壳不累 快喝啊 等下凉了 还好今天在最后时刻 把奶茶给了离手洗 谢谢你啊 诚哥 我爱吃肉 知道了 下次请你 我到了 要不要进来坐会儿 不用了 我就过来认个门 认门 那我不留你了啊 你路上慢点 拜拜 看什么呢 这什么呀 我好像在晚上看到过这个 好像是什么小偷标记 小偷的标记 诚哥 你别吓我 嗯 已经踩点准备近日行动 这小偷肯定搞错了 我 我我穷得叮当响 要偷也偷 偷对面啊 这又是什么呀 这又是什么呀 这家不好舍 看到躲远点 这小偷怎么就会盯上我们呢 这小偷肯定搞错了 还没事的 你想啊 你穷得叮当响 人家说不定还得给你送温暖 诚哥 嗯 你可得帮帮我 你想干什么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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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房东您好 你人没事吧 在哪儿 周围有没有什么标志性建筑 告诉我 我现在就报警 嗯 我就在家附近呢 没事报什么警 你现在是不是不方便讲话 如果是 你就说 你现在很好 我 我现在是挺好的呀 但我确实有一件事情想麻烦你 可能需要一点活动资金 对方要多少 这 这么少块啊 我这可不是贪污啊 对方 要很多吗 嗯 四百 四百 四百万 四百块 四百块 你赶紧的吧 老板人还等着呢 拜拜 喂 喂 哎 姑娘 这些够吗 啊 够够够 呃 但是老板 这些保证撬不断吧 你放心 除非图能到现实 否则啊 周围是个街区 没人可以搞定 行 那就这些了 好 这里老板这么大方吗 你这个索性已经完全老化了 你索买怎么样了 你放心吧 这该买的不该买的 我全都买了 这回怎么不哭穷啊 什么时候哭过穷啊 但是呢 我们还是得感谢一下 慷慨的甲方爸爸 甲方爸爸 那有慷慨的 你怕不是搞错了吧 怎么啦 那边声音不对啊 呃 呃 不是 没事 没事 那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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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哈 没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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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没 没事啊 等一家 哎 对了 那个 你那个铁链买怎么样了 隐 дня 怎么dev 对吧 嗯 要pler 怎么办 怎么办 Crush 好 好 相信我 就我这手艺 小菜也别 好吗 不许动 不许动 喂 诚哥 诚哥 喂 姑娘 来 登记 大大爷 我就住这儿 最近闹贼的你不知道啊 每个进来的人都要登记 你 你别动 放下 你放下 小伙子 你现在出去 改正还来得及啊 你都快打死你 想打死你 我 好 小伙子 练过啊 小伙子 练过啊 你 你放手 你放手 你先放 我不行了 我吵个下 给我放手 你弄 弄 你弄 你弄吧 你弄 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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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 放手 你弄 弄 弄 你弄 弄 弄 放 你 我说啊 谁拿我回来的家 崇哥 快报家 这次真的是个误会 我特别特别特别地对不起 我给你看 别碰我啊 真的非常地对不起 要不然 我俩带你去医院 别吵 我先休息一会儿 走的时候 门盒灯给我关上 累死我了 感觉浑身都疼 一点力气都没 这么不好意思啊 诚哥 害得你跟我一起倒霉 没事 不算特别丢人 回想一下 这应该是我二十多年的人生里 第二次级的事情啊 第二次级 那第一次级的是什么 炸小偷 他在哪儿 李希腻 小块儿在哪儿 炸小偷啊 第一次级来了 诚哥 追 小偷 我走前面 小偷 小偷 你给我站住 哪里走 年轻人 现在改正还来得及啊 还想动手 你还不认罪 我们就要正当防卫了 打死你个小偷 快 诚哥 李希腊 快跑 他练过了 我也练过 跑 跑 跑跑跑 小姑娘长得挺俊俏的啊 就跟你说我练过 找死你 程芒 你没事吧 你怎么都练过 但是过去的事 大师傅 来 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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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走 走 姑娘 你太厉害了 谢谢你啊 你叫什么名字呀 大爷 我叫叶璇 来自芭芭艾德 是一名设计师 放极了 好 房东 你 你怎么出来了呀 休息好了 开门 我要进去 进去就不进去了吧 我带你去趟医院吧 走走走 废什么话啊 赶紧过来开门 你到底要干吗呀 对不起吗 我 我 我不是故意的 我 我记得 开开开 还是我们亲爱的房东伟大 还是我们亲爱的房东伟大 我是怕某些人又翻我家阳台 改天我把自己家阳飞加高点 省着什么阿猫阿狗都可以翻进来 你 我 饿吗 你听不见吗 吃个泡面还搞得这么麻烦 既然决定要吃了 就一定要吃得像样 小生活的仪式感 好 今天谢谢你啊 都知合同上写着的 举手之 这人还真是傲娇 稿子呢 什么时候交 今天不交 明天就不用来了 完了 完了 催命鬼来了 我得干活了 我那个 不好意思啊 今天 实在不好意思 干吗 我得干活了 真的抱歉 这个面你拿回去吃 全都是你的 真的实在是抱歉 我今天真的是有工作 你拿着 拿着 拜拜 喂 给我记得还我 有人搞错